市長 昨天在質詢的時候 有講到這個杯水理論 好像也不是原創 那是貪考誰的做法 我們要讓國際社會 正視中華民國的成在 也要凝聚我們台灣內部的共識力量 讓大家很清楚 中華民國跟台灣的關係 是密不可分 就像杯子跟水一航 覆巢之下無完完 就像我前段時間 常常在說的 中華民國是我的國家 台灣是我的家 我們都是這個土地成長 我是一個台灣小孩 在這個土地生長的過程 我們認真打擾 顧台灣 顧中華民國 會讓國際社會 看見中華民國 看見台灣 堅定自信的走向國際 但這樣的論述也被認為說 很像韓國瑜之前的大海漱口碑論 然後另外這個論述其實一開始好像也是聯合的副董事長黃年提出來的 我很清楚的 我很清楚的 從以前我到現在 就一直強調 我認為中華民國是我們的國家 台灣是我們的處 這是我永遠不變的方向 尤其 我在服務公職的時間裡面 我永遠效忠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國家就叫中華民國 我愛台灣這一塊土地的所有人 保衛國家守護台灣人民的安全跟生命 是我這一生不變的初心 如果學者認為說 這個還是沒有觸碰到兩岸的核心問題 這方面會不會再進步一點點 我相信兩岸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要維持台海的穩定 以及七億的和平 因為 全世界都非常關注 台海的安全問題 是因為 我們國家的每一個分子 我們不要婚禮跟我 要團結在一起 唯有團結 面對詭捷的國際情勢 讓台灣能夠穩定下來 讓中華民國能夠永續 這才是我們該做的事情 市長所以你承認九二共識嗎 5月20號就會升到最強人選 然後說你是目前黨內名叫最高的人 黨有黨的規劃 跟他的步驟 我們要給予尊重 市長所以你承認九二共識嗎 兩岸之間一定要在平等 尊嚴友善底下 大家好好的務實交流 陳川民進黨規劃說如果您代指天神要請韓國瑜的模式罷免 您怎麼看 我會在任何一個地方 我都努力的會讓新北市有長足的進步 我們規劃的2030的新院檢 這是我們新北市要更有效力 更能夠發揮更大的力量 讓新北市有長足的進步 這也是我應該要努力做的事 菲菲菲菲昌會請假嗎 會請假參選 謝謝大家 市長也要怎麼避免自己被扣上韓國瑜2給你的標誌 謝謝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